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珍妮却曾有过不堪回首的经历 她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往事还是被母亲发现了 有天母亲在收拾房间时无意看到珍妮13岁写的文章 那是关于珍妮和一个中年男人的爱情故事 但在母亲看来少不惊世的女儿就是被诱惊了 男人名叫比尔而今步入老年并且已经功成名就 母亲始终咽不下这口恶气 她鼓励珍妮能够勇敢站出来指控比尔 珍妮却还在坚持13岁时的想法 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 她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想一想才能有所决定 毕竟自从事情发生后 她就傻乎乎的认定 自己跟比尔只是有过一段奇怪的初恋而已 那时的她家教严格 以致整个童年过得都不快乐 因家庭环境影响 她性格越来越内向 在人群中就如隐形人一般 也许父亲感受到了女儿的孤独 就帮她报了暑期马术培训班 但她刚到一个新环境 还是如往常般沉默害羞 马术教练简小姐便对她百般照顾 在简小姐的帮助下 珍妮渐渐适应了集体生活 她和简小姐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迪尔就在此时关注到珍妮 她离婚多年 跟已婚的简小姐有着秘密恋情 并在一次饭局中 向珍妮坦白了自己跟简小姐的关系 这也让她有了进一步接触珍妮的机会 眼看暑假就要结束 黑训班的小伙伴邀请珍妮外出旅游 向来谨慎的母亲 坚决反对珍妮跟来路不明的男孩交往 珍妮就躲在房间委屈地哭起来 简小姐知道这件事后 鼓动珍妮父亲把马寄养在自己的农场 如此一来 珍妮就能在每周末照顾马匹 顺便练习马术 父亲比较爱面子 不好意思推脱 就同意了简小姐的提议 终于摆脱束缚的珍妮 跟着简小姐来到比尔家 期间 简小姐因有事借故离开 珍妮为了彰显成熟 竟同意留在比尔家过夜 风流成性的比尔趁珍妮读诗期间 跟她共用一条毛毯 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珍妮听多了比尔的花言巧语 渐渐相信自己真的就是一个独特的女孩 此后珍妮对比尔言轻气从 还配合她哄骗父母 那晚比尔带珍妮回家 接着引导珍妮脱取衣服 和她有了肌肤之亲 此后比尔送珍妮回家 两人道别时接吻的一幕 正好被珍妮外婆看见 外婆思想传统 没有告诉珍妮父母具体情况 这让比尔更加放肆 她准备约上简小姐等情人 和珍妮在旅馆里 来一场多人欢迎 好在珍妮当天胃力不舒服 害一个劲的呕吐才躲过一劫 身体的不是症状告诉珍妮 成人世界的某些事情并不适合自己 当她在电话中得知比尔还会继续龌龊计划 就毫不犹豫地选择跟比尔彻底断绝往来 比尔在电话的另一头虚情假意的哭泣 试图挽回珍妮 还经常主动寄给珍妮大量写满情话的明信片 珍妮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本就爱好写作的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章 由此得到老师同学的大家赞赏 她以为自己的离去会让比尔伤心 却不知还有很多女孩都成为了比尔发泄欲望的工具 知道珍妮成年后 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性侵 但通过仔细回忆当时发生的种种情形 并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重新审视整件事情时 珍妮觉得年幼的自己为了得到所谓的自由 确实付出了无比沉痛的代价 她雇佣斯家侦探找到比尔的另一个情人艾瑞斯 艾瑞斯当初也是经过简小姐的介绍认识了比尔 他们三人实施了龌龊计划 除此之外 比尔身边还有很多坠落圈套的女学生 而简小姐则在牵线搭桥方面做足了工作 她一开始就对珍妮不怀好意 于是珍妮找到了简小姐 让她看了马术班的学员合影 简小姐居然没认出年少时期的珍妮 可见被她拉进泥潭的女孩太多 当珍妮问起比尔的现状 简小姐大发脾气 毫不留情地下了朱克力 无奈之下 珍妮只好默默离开 如今的简小姐日子过得并不如一 心存善念的珍妮选择原谅简小姐 之后 珍妮在网上查到比尔的相关新闻 得知比尔即将会举办一场发布会 她便在未婚夫的陪同下去了发布会现场 苍老的比尔在宾客簇拥下显得洋洋得意 她年轻的黑人妻子接待了珍妮 珍妮感到不可思议 万万没想到 这种衣冠禽兽居然也能娶到老婆 珍妮鼓起勇气来到比尔面前 当众揭露比尔做过的不耻之事 在场所有人一脸惊讶地望着珍妮 此时的珍妮终于释怀 她跑进卫生间放声哭泣 尽情宣泄多年的压抑感 最终选择坦然面对13岁的自己 并努力尝试与过去和解 未来她也会收拾好心情 重新出发 影片结束 这部电影根据导演真实经历拍摄 其中的猥亵女童事件 也是当今社会存在的乱象 而想真正杜绝悲剧发生 父母不仅要采取合理的教育方式 还得拿出真心基于孩子最需要的关爱 当然女孩们也要学会自我保护 坚决不给居心叵测的伪君子 留下伤害自己的机会 感谢观看